大家都看到今天我們的嘉賓是張敏儀女士 在講座正式開始之前 不如我們請李立峰教授Francis 跟我們講幾句話 歡迎大家 不好意思要阻礙大家兩分鐘時間 因為是新聞學院的東西 我要代表新聞學院自歡迎池 我是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兼研究學部主任李立峰 傳人對話是我們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學部石士課程所舉辦的講座系列 我想希望經過上一個月的一場之後 其實香港人可能對傳人對話都不會很陌生 今天是本年度第二場 題目是公共廣播 固然這個題目是一個非常宏大的題目 如果我們不要講全世界 只是講香港 如果我們眾向這樣看的話 公共廣播問題 所謂港台問題 其實起碼是討論了 爭論了 爭議了三十年 如果你橫向這樣看 只是看過去一個月發生的事情 無論是免費電視也好 商台也好 什麼問題也好 雖然可能跟公共廣播沒有直接的關係 但是 其實背後都是一個社會的廣播的構成 組成 怎樣去規管 怎樣去organize 怎樣去達至一種 所謂大家希望有的公共性的問題 所以題目是非常大 今天我們會請了一位講者 我相信無論題目是多宏大 我相信大家都會同意 全香港最適合講這題目的講者 今天在這裡 所以我把時間交給歐家倫 先立刻開始 謝謝Francis 我想大家認識詹敏儀女士 大家要知道原來大姐是崇基的 讀英文的 詹敏儀是中大的傑出校友 亦都是榮譽院士 詹敏儀在畢業之後 在1972年加入了香港電台 她參與過製作《獅子山下》 後來做過新聞處長 在1986年的時候做廣播處長 當時是第一位華人 亦都是第一位女性做廣播處長 一直做到1999年 所以呢 有關公共廣播的事 在她的任期之下 發生了很多變化 有很多事情 最後又變不了 雖然張敏儀女士退休了 但是她仍然很關心新聞 她說她的職業病 就是經常都要看新聞 我在這裡有一點懺悔 就是這樣的 有一天我突然收到 張敏儀的電郵 她說我寫的一篇文裡面 有一個事實的錯誤 然後我一看 冷汗都飆了 是一個很愚蠢的事實錯誤 所以我要借這個機會 多謝張敏儀女士 提出指出我這個錯誤 亦都多謝張敏儀 今天準備了很久 我相信寫了很多紙 就跟我們說公共廣播的 過去現在與未來 張敏儀女士 多謝大家 就這樣說就可以了 聽到了嗎 我首先要說 我是中文大學崇基1968年畢業的 黃偉基先生 就是低我16年的學弟 他也是崇基畢業 多謝 那我就想說 大家應該見過 我剛才想給你們看的那個poster 就是今年全人對話有兩個講座 蘇教授在6月的時候 打電話給我說 今年50周年 你來講吧 我離開了中大那麼久 我經常回來玩 不過就真的沒有說過 除了在崇基Chapel Chapel講的那些不算了 這裡有沒有崇基學生 你們現在去不去的 乖不乖 逢星期五周會去不去 OK 我就在周會講過 很少 這次真的因為50周年就來 到7月的時候 我就收到 裡面一位同事的電話 說你介不介意跟黃偉基一個系列 那我不介意 那時候黃偉基就是在爭取這個牌照 可能有人擔心我會怕 controversial 當然不怕 然後到9月就出了 剛才你們看到那張poster 全人對話 那張poster有一點點錯誤 後來我的朋友跟我說 他說會覺得好像是 你要跟黃偉基對話 兩個人在這裡 你看不到那個日子 你就會覺得跟黃偉基對話 然後到10月17日就是黃偉基說話那天 10月15日 就梁正英先生送了一個大禮給他 就是補牌 那他17日來到的時候 中大就出現了這個 3000人的虛陷場面 絕對是中大歷史上最重要的其中一頁 那麼就黃偉基先生 如果自己開過招待會 都不可能有這個場面 震動全港 這個香港電視的發牌事件 就喚醒了 就算平時躺在梳化衣裏 只是看電視劇的人 都開始知道 原來我們要注意 政府是怎樣做事的 那麼 他講完之後 接著這個月裡面 就有很多其他角色的爭論 大家 請問這裡有幾位是全理系的學生 即是正在讀的 現在正在讀的 學生或者是研究生 都有的 OK 你們應該已經很關心這個問題 我今天考慮過 請黃偉基跟我一起說 反正那張帖文章也有這個意思 但我後來想想 還是不要了 因為他這個話題 熱得這麼嚴重 我亦都請求遠方 將我的那段 分開了一張新的帖文章 你們看到嗎 只有我 沒有他的 就這樣寫回11月15日的日子 就比較冷處理 因為我都希望可以冷靜一些 而且如果我今天再請他們 來講這個問題 在過去一個月裡面 社會上的辯論已經這麼清楚 而你們是全理系的學生 如果還需要再講 就侮辱了你們的智慧 你們應該充分了解這件事是什麼 我今天唯一一件我擔心的就是 因為在現在 尤其是這個星期裡面 越來越多一些很熱的 關於社會各方面 和傳媒有關的問題 在這麼熱的題目中間 我竟然想講回公營廣播 這個這麼古老的題目 這個 這麼老套 有些人認為這麼過氣 有些人說 還說 香港電台還說 那我都覺得有一點點 好像伸一隻腳去冰水裡 我還沒說 已經有點陣陣的 怕你們覺得很悶 或者很無謂 很無意思 很無關同樣 很無關重要 但是我亦都希望 因為在座有傳的同學 我希望你們是當歷史這樣 要了解一下 香港整體一個傳媒的發展史 為什麼會有公營廣播這件事 首先我想問一下大家 經過了我們幾十年的努力之後 你們是不是很清楚知道和認同 在一個成熟公平的社會裡面 有一個由公帑支持 而獨立於政治或者商業的壓力 真正為市民服務的廣播機構 是很應該的事 大家都同意的 是嗎 因為我聽過很多年輕人 說得比我更好 好像黃之鋒一樣 他有一次說這個問題 說得比我好 我說了幾十年了 我覺得自己已經說到生了瘦 可能說得不好 但這個重點已經很多人都明白 但是到了今時今日 就是我們從七幾年八幾年一直被人罵 你是政府給錢的政府電台 為什麼你不是為政府服務 為什麼你不是為政府宣傳 為什麼你不是為政府說話 爭取了這麼久 到現在仍然是有人這樣說的 或者沒有說到這麼大聲 但你們都知道仍然是有人這樣說的 我們爭取了這麼多年 想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獨立於政府的公營廣播架構 先說一說歷史 歷史就是全世界的廣播頻道 最先開始的時候 都是政府的 或者是獨立的學生 你們有機會上網找一個 叫做 全世界的廣播頻道 天上那麼多頻道 不是說你喜歡用什麼就用什麼 所以由一九零幾年開始 就一直有很多個不同的世界各國的技術人員的會議 直到一九四八年開始 就集中了在日內瓦 之後下來那麼多年 主要每兩年一次都是在日內瓦開的 全世界每一個地區 每一個國家 分配到什麼頻道 由最初 歷史上沒有那麼多頻道 只有那些叫短波 就是BBC最初一九二八年開始 都是短波的 你看那些舊的電影 近年中國大陸很多的國共間諜片 你看到電腦出來 然後嘟嘟嘟嘟的拿了情報 就是以前用短波 後來才有AM、FM 很多其他的頻道 電視廣播頻道 全部都是在天實上 大家要怎樣用才會不撞呢 所以就有這個世界 pong conference Wald conference 去分配每一個區 每一個國家可以用的東西 香港 即是七幾年的時候 為何香港到現在的電視和電台的發展 為何人們會覺得這麼慢和選擇這麼少 因為香港在七幾年、八幾年、九幾年 都只有三個免費電視頻道 即是可以用的頻道 所謂免費電視頻道 即是你拿一個電視機 調整了一條天線 你隨時可以收到的 才叫做真正的免費電視頻道 即是TVB 即是以前的麗的電視 即是現在的亞洲電視 以及曾經有過的街藝電視 其他你現在看到的付織と 現在所有將來的辿密 完全是用其他的方式 或者要付錢才收到 那麼真正的免費電視 香港一向只有三個頻道 電台就在香港只有13個頻道 最初更少 就是從 Labor 六條 FM、七條 AM 六條 FM 했던 content 是兩條商台 兩條是後來財經台 三條是香港電台的 那為何香港電台會多一條呢 其實因為香港電台有一個責任 就是做一個叫Radio 4 播古典音樂的 有沒有人聽過 香港是一個很可怕的地方 一個這麼繁榮 這麼致命國際城市 而全城裏面只有一條廣播頻道 是播古典音樂的 你去世界任何地方 你會聽到很多古典音樂台 香港不單止只有一個 還有現在香港電台的第四台 除了播放西方古典音樂之外 因為有一個責任要播放中樂 要播放關於音樂或藝術的研討會 你真的聽到古典音樂的時間 是越來越少的 那就是因為我們的頻道這麼少 這是幾十年來的問題 那為何我們只有這麼少電視頻道呢 又是因為我們以往只有三條 可以free to air的頻道 那原因呢 是因為我們分配到這些頻道 我們這三條電視和十三條電台頻道呢 其實我們還是under廣東省的大範圍裡面 香港即使是殖民地時代 都從來沒有自己 因為香港實在太小了 即使是殖民地時代 英國政府都沒有爭過這件事 分配到什麼頻道呢 我們是在廣東省這個範圍 這個區域裡面有這堆頻道 那這堆頻道為何這麼少呢 因為我們還要照顧香港一個這麼小的地方 你要有air traffic control 航空管理 那舊時候的啟德機場這麼近市區 現在即使是赤立角都很近市區 那在那些叫做band 那些frequency的band裡面 高的那個band 就要留在做air traffic control 低的那個band 才是讓你做電台電視的 所以你會發現 現在香港就算有這麼多個電台 你會聽的時候發現 你另一旦就會收到所有廣東省 其他地方的台 因為香港的電台廣播 是受制於這種種原因 而不能夠用太大的power 你經常都收不到商台某個台 收不到港台某個台 但你很容易收到廣州的台 深圳的台 就是因為這樣 就是因為我們的band width的限制 那這些是技術問題 你們將來找一位工程師再慢慢解釋給你聽 但我希望那些傳理是同學明白 即我們就這樣站著 我們沒有牌 我們沒有台 你都要知道以前的原因是什麼 那到近期 上屆特區政府曾蔭權先生 就追上科技潮流 就發出這個digital的牌 就是數碼廣播 數碼廣播 數碼廣播是一種新的技術 就是你不用用那麼多空中的空氣 而是將一個點對點的廣播方式 那麼你點對點裡面 就可以將一些廣播頻道 completso 就是一個台可以有三十個點 所以你聽到說 黃維基會做三十個頻道 其實這些就是這樣來的 但是這些digital呢 在曾蔭權先生發出這些牌照 以及邀請人去參加的時候 或者大家都知道 其實最主要就是想早點有個數碼電台 數碼電台呢 就是電台 廣播電台 數碼電台很容易做的 比較容易開 所以鄭經漢先生很快就開到一個叫DBC的電台 很快就已經廣播了 但是呢 即使在DBC時代 這些叫數碼廣播 鄭經漢的台 派了很多數碼電台 就是送給人的 或者送給的士司機的 但是他們都用不到的 因為你駕著車的的士 在香港走 而用一個數碼電台 收聽數碼廣播 你是收不到的 因為香港有太多的高樓大廈 你走一條電車路有很多干擾 你們平時拿手機 你都發現有很多干擾 是不是 因為地方太小 高樓大廈太多 太窄 所以數碼廣播在香港 其實是很困難的 現在呢 聽DBC 鄭經漢離開了 還有DBC 鄭經漢也再開了D100這個台 但是你們會發現 其實大家都用手機APP來聽 沒有人是真的拿著一個 數碼電台收音機來聽 OK 好了 現在到數碼電視這件事 亦都是一個開口 一個開口 你既然想做一個台 你就唯有做數碼電台 所以 現傳的TVBATV 就因為香港要有科技發展 他們都做了數碼廣播 收費的 Cable和Now 原本在等著 因為他們本身都在做收費的電視節目 到今次政府忽然說 我現在發兩個牌 給Cable和Now 就不給黃維基 你們都看到很多報紙電視的說話 有一個報道很好笑的 有線電視的人就說 蛤? 為何要給我 黃維基就說 蛤?為何不給我 真是很好笑 因為對於Cable和Now來說 他現在的有線收費方式 就已經很符合他們的運作模式 你強行給他 Digital 他其實要多加很多節目和技術支援 去做這些Digital的節目 然後就要在Digital那邊 再去爭廣告費 又和自己爭 你明白嗎? 所以對他們來說 不是這麼高興的一件事 黃維基就真是真心用一個 很有理想的方式 真金白銀拿自己的錢出來 去投資 希望拿到一個數碼 電視的牌照 到他做的時候 很多人就會現在 很多的潑冷水 或者那些反對聲音就說 你根本實做不到的 你實收不到廣告的 你實維持不到的 那這些是另外一個說法 這些就是多餘的說法 因為香港是一個自由競爭的地方 既然有自由競爭 五個之中淘汰三個 未必是淘汰黃維基那個 這是要有公平性競爭 才可以證實到的 很多評論都已經說了 不需要你優先說 他競爭不了 不讓他做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市民 這麼大的反應就是這樣 我想多口問一句 怕不怕割喉式競爭呢? 政府說 他怕太多競爭 那你怕不怕太多超級市場呢? 你怕不怕太多藥房呢? 香港太多人賣奶粉呢? 太多人賣中標呢? 但是金譜呢? 不是這樣說的 政府說不同 奶粉那些 影響很多人的電視台 我不跟你拆在那裡住 我們稍後再說 對不起 我拿個鐘出來 因為我怕我很長氣 嗯 已經說了這麼久 原本就給我50分鐘 去分公共廣播 還有現在有一個說法 就是見人就不要看錶 走見議員看錶 就被議員罵 我現在唯有帶個鐘來 提醒我自己 不要那麼長氣 即是到50分鐘 我們要停止 要讓歐家倫問 你一會再問 OK? 那現在呢 哈哈哈哈 心急 我都很怕我自己 我自己 因為我太多資料了 我做了幾十年這一行 那我想說的太多 我也很怕我太長氣 那現在呢 剛才說到那種情形呢? 我希望大家了解一下整個廣播 那些頻道啊 那些台啊 那些牌照啊 那些小小背景 那我就說回我的主題 就要說香港電台的 那香港電台的歷史呢 就是在1928年開始 是一個真正的政府電台 我剛才說了一句 所有的電台 開始的時候 都是政府電台 就是剛才說的那樣 所有的頻道 都是先由政府控制的 先由政府出錢做台 那後來才會有 其他的雙營機構 所有的人去做的 最初 最初最初的frequency 一定是要政府做的 如果不是政府 你沒有一個私人 可以走出來做的 那所以香港這個 Radio Hong Kong 當初是政府電台 那一路由1928 到1972 都是一個政府電台 那最初呢 就只有兩個廣播電台 一個中文 一個英文 在開頭幾十年呢 就是英文最重要 中文不重要 因為當時 所有的高層的政商人士 都是英文的 就是中文 有些叫做華人代表 那些 都是沒有辦法 去到那麼高層 到1972年 香港電台 就開始做電視部 那電視部呢 就是香港電台到今時今日 出名 和成功的主要原因 如果只靠Radio 大家的感覺沒有那麼強烈 記憶也沒有那麼強烈 那是由1972年開始 香港電台就請了一位 在BBC來的 Mr. Hawthorne 中文名叫何國棟 他就開始香港電台的電視節目 就由電台那邊 調一些人過去做 那時候呢 大家要記住這件事 1972年你們全部都沒有出生 那麼1972年呢 香港的新聞 全部是由新聞處 差不多可以控制了 你看回1950年 60年的中文報紙 所有的新聞報道 大部分都是由新聞處發的新聞稿 做出來的 只有小部分那些 就是問幾個問題啊 那些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整個香港的新聞 到70年代初期 都是新聞處 完全控制了它的發放 當然那時候的社會很安寧的 除了六七暴動 六七暴動就是另外一件事 大家說中間有兩方面的鬥爭 但是除了六七暴動那一年之外 其他香港的民生 香港的社會 那時候人又少 那時候那些人只求安定生活 那不是太多很討論的事情 那你會看到 所有人都是報導 新聞處的新聞稿 那由1972年開始 Mr.Hawforn就跟當時的廣播處長 叫Donald Brooks 就說我們不行 一定要自己做 那時候的香港電台 你們如果有人入過香港電台 就知道香港電台 已經是1967年 搬到廣播道 那時候的新聞部 就在二樓 二樓的大堂中間 有十幾張桌 那叫做新聞部 那這個新聞部 全部的人員 是由新聞處 到中環派過來的 那班叫做 Information Officer 新聞官 就跟香港電台 其他的節目主任 是兩種人來的 那這些新聞官 坐在中間 那十幾個 四方桌的框 就由他們寫稿 夠一搭正 就下去讀 寫稿和讀 都是新聞官管的 新聞 於是Mr.Hawforn來到 就說 不可能這樣 整個廣播電台 不可以用它 於是就由Mr.Brooks 去爭取 那時候的新聞處處長 叫做Nigel Watt 華德 你們查一下 或者查到夠佬 記得 Nigel Watt做了很久 他是新聞處長的 他在六幾年的時候 很大權 就像我剛才說 真的很大權 的一個人 Mr.Nigel Watt 和Mr.Donald Brooks 就去當時的 港督麥理浩面前 爭這件事 據我所知 就是在港督府裡面 爭得很激烈 最後 麥理浩決定 讓香港電台 自己做新聞 當時兩個處長 都要離開 一個就回英國退休 一個就調職 香港電台就由 何國棟 Hawthon 做了廣播處長 他第一件事 就去路透社 Reuters 請了一個 資深的新聞工作人 回來 主理我們自己的新聞部 然後就在報界 請一些人回來 亦都在我們自己的電台 調一些人過去 培養他們 其中有一位 就是新亞畢業的 吳明林 這裡有沒有新亞全理系的人 現在不用分了 吳明林是你們的大師兄 吳明林是當時 我們香港電台新聞部的其中一個 Pioneer 由他們就開始 自己做新聞這個方式 自己去問問題 自己去問事情 我還記得 我們當時英文台人 叫Chris Hilton 他因為拿到一些資料 他就質問一位政府高官 政府高官內部文件 當時對公務員裡面 如果有同性戀取向的 是怎樣懲罰和怎樣對付 這個屬於一個秘密文件 這個高官非常之憤怒 就去港督投訴 就要我們的廣播處長 逼Chris Hilton 把他的資料來源交出來 做新聞做記者 有一個很大的原則 就是保護你的資料來源 當然我們死都不肯給 記者不給 處長不給 當時是一個軒然大波 這就是我們香港電台 開始自己做新聞 一路發展下去的東西 說回電視部 為何要有公營廣播呢 人人都說有TVB 有ATV 當時叫RTV 那需要理會呢 但就是因為商業性的電視台 比較注重娛樂性的東西 而且他們注重收益 他們注重不要太浪費 所以香港電台最先一個 到現在都最王牌的 就是獅子山下 當時由黃維琪先生 帶著一隊攝影隊 用電影的拍攝方法 落到橫頭堪 那時候那些叫做廉租屋 再之前叫做骰子區 你們不知道有沒有 在電影裡面見過 整間都是四四方方的框 每一個家庭就住一個四方框 洗手間在走廊尾 廚房就在那個窗 即是有些鐵枝窗外面的走廊那裡 當時的主角叫德叔 他坐在裡面一張四方桌 就在弟弟那裡 做功課也在那裡 吃飯也在那裡 隔著鐵枝 跟在外面煮飯的德嬸說話 當時做德叔的兒子叫曾剛 現在都很紅的明星 這個獅子山下 就是第一次香港有這種社會寫實劇 將小市民的心聲 用戲劇的方式來表達給別人看 所以很受歡迎 其後我們就將這個獅子山下 再擴大了它 帶出去除了橫頭陷之外 我們帶出去社會各方面其他地方 有兩個我很喜歡舉的例 一個是1976年 一齣劇叫做元舟仔之歌 元舟仔離開這裡很近的大埔 當時是一個好像避風塘 好像避風塘的地方 即是那些漁民出去打完魚 回來晚上住 那個地方全部都是淺的水 泥很骯髒的 有些老鼠走來走去的 這個電視劇就是講裡面那種 窮的漁民的生活 和他們家庭裡面的鬥爭 是一個很震撼 我到現在都說是一個很震撼的電視劇 當時拍好之後 就由房屋處來反對 房屋處說為什麼香港電台 要拍一些醜化香港居住環境的節目 我們受很多這些的 這個我舉了兩個例子 你聽一下 又是去抗議在港督那裡做 我們就 何國棟 廣播處長就下來 大家一起看 看完之後 他就回到辦公室 拿了當年那本麥理號的施政報告 揭開 然後就抽了其中一句 因為你們知道 當時麥理號有十年房屋計劃 就是香港最成功的東西之一 其中一句就是說 香港政府將會自力改善香港的居住環境 那你用這句說話 擺在一個rollers後面 就出完字幕 最後一句很大的字打出來 就要來擋住房屋處 所以我期後 都跟很多同事講了幾十年 我香港人同事聽到驗 你要去對抗這些所謂政府壓力 你要有技巧 你不是說大家吵架就可以了 你不是說他叫你取消 你就取消 你要有技巧 你要有經驗 你要想一下怎樣去分析 怎樣去解釋 怎樣去convince 怎樣去講服對方 然後照樣做你應該為市民做的事 這個就是玄州仔之歌 然後到1978年 我們有一個獅子山下叫橋 就是許安華拍的 就是講一群人為了抗議那條天橋 真事來的 因為抗議那條天橋要拆了 拆了之後 他們每天都會走那條天橋 那條天橋要搬去遠的地方 所以這群居民就坐在大路抗議 當時我們封了農場道一段來拍這場戲 可以說是香港電視上面 不止第一次到現在為止 我記得可能沒有第二次 拍過這樣的封路影 拍一些居民抗議的戲 好像大風暴一樣 有張法國戲叫大風暴 畫面好像大風暴一樣 那這些是我們覺得很應該做的事 那之後我們還有小時候 我們還有香港歲月 香港電台做的電視劇 全部都是不只是娛樂性 就是很用心地有些意思 所以到現在為何這個金七招牌 人家都提到獅子山下 雖然我承認獅子山下有名 因為羅文是一首歌的 有很多人都沒有看過電視劇 就是因為這首歌這麼好聽 王尖的詞寫得這麼好 而到了九零年代之後 大家面對九七很徬徨的時候 這個獅子山下的歌詞 才這麼深入人心 所以連朱鎔基都會唱 就是因為這樣 好了 講完獅子山下drama 我們就講公營廣播機構 一個更大的責任 更加是其他商業機構不會做的 就是公共事務節目 最先在七二年 我們有一個節目 五分鐘叫做《觀點與角度》 林少銘先生開始的 有些是政務官 每天講五分鐘關於政策的事情 到今時今日 如果你偶然還看到電視 叫做《左右紅藍綠》 就是從那時候一直發展下來 這五分鐘一直都維持著 各種方式的一種公共事務的意見 然後最重要的一個叫做《針鋒相對》 《針鋒相對》 就是電視史上第一個 在電視上的討論節目 當時請高官來坐 有一群人來問 其中包括當時的報政司 夏頂基爵士 他都來 主持人就是黃橫發 黃橫發 你們可能會記得了 黃橫發主持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然後這個《針鋒相對》 一直發展下去 有後期的七七年開始的《針鋒相對》 現在是我們港台的長壽金牌節目 和80年開始的《針鋒相對》 《針鋒相對》 《針鋒相對》 不用我說了 大家還看到 所以你們知道是甚麼一回事 《針鋒相對》 《針鋒相對》 在80年開始的時候 我們是爭取得很辛苦的 當時的警務處長說 怎麼可以在維多利亞公園做這些事 會暴動的 我們就很辛苦地求 真的有很多辦法 終於開始了 開始了第一天 第一天開這個節目 那天是下大雨的 在維多利亞公園的涼亭下 有個主持人 有五個嘉賓 除此之外 甚麼觀眾都沒有 那些水滲到我的腳眼 我還記得 我們就開了第一個 之後一路 五年 做了五年 每逢星期日請一班學生來 到現在都有學生 你見到 請一班學生來 不單要來沖餐牆 免填了一些椅子 也是一個公民教育 讓他們知道 可以舉手問東西的原來 但頭五年是很安靜的 那些嘉賓又很溫和 那些問題又很溫和 就是 不知道做來做甚麼 差不多可以說 但我們維持了這件事 就是要鼓勵市民 你們要知道 你有公開發言的權利 到了1984年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 香港人開始知道 這個地方是你們自己的了 1985年開始 有這個叫做 立法局的間選 開始 那時候 李柱銘、司徒華 就是那一年出來的 然後我們還在城市論壇 討論了很激烈的 八八直選的問題 如果大家有印象 記得 是由1985年開始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成長的香港人 到1985年他們 他們剛剛40歲 就開始知道 1997年要回歸中國 這個地方是我們的 我們要自己看自己的前途 我們不可以像以前這樣 那些人說 這個殖民地 是借來的時間 借來的地方 很出名的 國際上一句很出名的話 就是borrowed time borrowed place 是講香港的 從1985年開始 大家知道不是了 所以就來參加討論 香港前途的人 亦都因為有了間選 有了立法局議員 很多人來講話 一直越來越激烈 到現在你們時常見到 那當日 即使現在都是 每逢有新加坡 日本 甚至英國的電視同業來到 他們都會覺得很出奇 為什麼你們可以逢星期日 在公園直播 我們沒有走這邊 人人都可以走進來的 而亦都沒有用任何 這叫delayed broadcast 即遲幾秒鐘才出街的技術 這個技術是合法的 因為你是避免那些人說粗口 或者避免那些人說 太過偽膨性的說話 那你隔幾秒才出街 即是有機會 剪掉一句粗口 但是香港人從來都不用 據我所知 現在都沒有用 我離開了那麼久 我不知道 但據我所知是沒有用的 證明香港人 除了培養了這種 可以在公共發言的習慣之外 他們亦都很珍惜 當麥克風來到手道的時候 他們真的懂得珍惜這個自由 你們知道很有名 我們都很高興 製造了一群叫做維園阿伯 這個這麼特別的族群 那這一群人呢 他們在旁邊大叫大吵 不說粗口 但當他們拿了咪 他們通常都不會在咪 那裡再說粗口 那這些呢 就是我們覺得 香港一個成熟開放的社會 一個很重要的表現 現在很多人認為 是城市論壇 可否看呢 我只是問你 如果你忽然間發現 有一天 沒有了城市論壇這個節目 或者城市論壇 入場的人 是要登記的 要選擇過才可以進去的 那你就知道香港失去了什麼了 OK 那我只是舉這幾個例子 就是告訴你 有公營廣播這件事 才會有這種商業機構 不會做的 為市民服務的節目 亦都成為一個風氣 這個風氣呢 就是我們爭取正式脫離政府架構 經常講的句話 叫做新聞自由編輯自主 我敢說這八個字 是自從百多年香港電台爭取之後 才會成立的 而香港電台爭取做公營網絡機構 今時今日 我們仍然被很多左派人諷刺 或者罵 或者說你多餘拿政府錢 那這件事 我經常都說 我們不是一廂情願的 本來帶了一隻碟來 但現在沒有時間放了 說了就算了 你們今天在新聞上 會不會見到一位師兄 叫唐明智 有沒有人看到 唐明智 鄧蓮魚女士的丈夫 是大律師 他今年八十歲 回來香港 他自從做完香港的律政司之後 就時時回來 在法庭打案做大律師 到今年的報紙說 他八十歲了 他宣佈他退休 就是他以後不回來香港打案了 當時1986年 他是香港政府的律政司 1986年 尤德著時坐在立法局那裏 唐明智就站起來宣佈 我們現在香港政府 接受廣播事務檢討委員會 Broadcasting Review Board 當時叫做BRB BRB是一位外籍法官 叫Mr.No Power 做主席的 他們的建議就是香港電台 可以離開政府架構 做一個真正的獨立公園廣播機構 這個是有電視的 你們可以去BRB找也可以 香港電台找也可以 我現在帶了去 不過不妨礙你們時間不放了 那麼巧 因為今天是唐明智來了香港 所以我覺得很感觸 八六年的事 我有時看到我都說 你記不記得 你當日站起來宣佈 我應該看到他都會說 他說我記得 但是他也知道我們做不到 那麼我們因為種種原因做不到 但是做不到呢 我就覺得 需要說一次給你們 為什麼做不到 但是做不到之前 在八六年宣佈了之後 八七年八八年 香港電台做了很多 整個行業的研討會 我現在就想給你們看幾分鐘 三分鐘而已 麻煩放一放 剛才那段影片 就是整個八七年八八年 這兩年裡面 我們做了很多很多這樣的研討會 公園電視台的節目 但是九十年代 電視傳媒對社會的影響 是越來越重要 作為一個公營的電視台 究竟它應該扮演的角色 和將來的取向是怎樣的呢 香港電台電視部 特別是舉辦了一個 九十年代公營電視的角色 的研討會 而研討會 是分為兩個主題的 在我們未進入第一個主題之前 我們首先是 井大會的主例嘉賓 黃庚武博士致辭 各位內賓 黃庚武當時的香港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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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記者 當我獲邀請為 一個研討會主持節目的時候 我知道我們要準備 分擔一項重要的使命 因為我們要就公營電視 在九十年代扮演的角色 進行意見交流 而交流所得的結果 足以影響今後至少十年 公營電視的路向與模式 處於這個急劇發展的資訊年代 從事製作電視的人 以及看電視的人 勢必以高質素割作追求的指標 於是就引發了今天我們 關於電視媒介 特別是公營電視 在九十年代角色的討論 譬如說 它如何在商業社會中定位 它如何平衡、資訊、教育和娛樂三種功能 這樣一來 港台角色的定位 與傳播功能的平衡問題 就更認重要了 電視是跑進家庭的媒體 受眾在無選擇餘地的情況下 接納它的影像和聲音 本港電視媒介 享有高度開放和自由 以作為公營電視 就必須強調其它的責任性 令自由不自備難用 我謹如祝討論會、研討會 有一個美滿的成果 非常多謝各位 今天秋空出席這個研討會 作為公營廣播機構 我們一向對自己的社會責任 有很高度自覺 我們很重視批評 也不斷尋求改進 過去一年是香港電台 正式成為獨立公營廣播機構的過渡期 也開始實行 由廣播事務檢討委員會推薦的 將港台節目 在兩個電視台的黃金時間播出 所以想趁今天這個機會 提出我們在已經開始了一年的過渡期 裡面體驗到的兩個主要問題 第一就是怎樣達至真正的獨立 第二就是公營電視節目的評估標準 我們認為公營電視台的出現 必須具備四個條件 第一就是可靠的經濟來源 保證不受任何方面的支配 而成為宣傳機構 第二就是要有 由有份量的社會人士組成的監督團 第三和第四就是要有 優秀的製作人才和技術人員 到了1983年 廣播事務檢討委員會成立之後 經過兩年的討論 正式建議香港電台成為獨立的公營廣播機構 正如黃金武先生剛才說 必須強調責任 才令到自由不會被濫用 但同時我們要發揮力量 一方面促進資訊民主 充分滿足市民知的權利 另一方面凝聚社群經驗 克服可能出現的社會政治和文化低潮 大家一起面對踏進21世紀的挑戰 電視行業如何在商業上 OK 麻煩 只是看一段 多久 我覺得很唏噓 不知道你們覺得如何 那 想繼續說下去 為何你又做不成 八七八八 一直到九零年還在說這些 九零年我們自己說 我們進入了過渡的第一期 第一年 其實就是當我們在八七八八年 做好了所有的準備工作 香港電台 由一個叫做 McKinsey的顧問廣播公司 就已經做了整個 轉制的條件方式 新架構 新架構我們希望 避免好像政府裡面這樣 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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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層級數的官員 我們將整個架構簡化 以製作為主 就是不會那麼複雜的 那為何八八年尾不做呢 就是因為當年 有一個叫做 Hospital Authority 醫管局 醫管局 就同時間要進行轉型 由那時候的衛生署 Health Department 諸如此類 就要轉做 即那時候的醫生 全部都是公務員 也是正式的公務員 所以轉了做 現在的Hospital Authority 那當時醫管局 二萬多人要做這個轉制的程序 醫管局的主席 是鍾士元先生 當時他是行政會議的首席議員 那不單是因為他權大 他大聲一點 而是因為事實上 二萬多人是要做先 過你那幾百人的 我們那時候 香港只有七百多人 職員來說 那好吧 你知道這些多久 醫生和護士的轉型條件 就說了很久了 所以到了八百年底 醫管局才慢慢去進行 到八九年 就六四了 大家都知道 第一發生六四事件之後 全個中英對話的所有東西 整個香港社會的氣氛 當年都全部不同了 你可以說所有東西都freeze了 叫做freeze 根本不可能再做 亦都不可能再去跟北京說 我們要進行這件事 那當時的港督衛役信作時 他的首要任務是什麼呢 就起機場了 赤立國 大家會記得當時的 叫做玫瑰園計劃 Rose Garden 因為八九之後 香港是一樣東西 大家又要移民 又一樣東西都不好 那最好的方式 就是用一個大型基建計劃 起新機場 讓香港重新上路 重新有前途 有信心 那這就是為逆遜港督當時最大的責任 那到他九二年離開了 來的就是彭定康 那大家可以看到 彭定康來了香港 沒有機會 他逐個部門去探訪的 那他來過香港電台 又是電視經常見到的 這段片你很容易找到的 他來到香港電台的時候 香港電台節目製作為員工會 在門口 遞封信給他 向他請願 希望他盡快處理港台這個問題 那彭定康也都說 是 我知道 我會盡快 但我剛剛才來到 我只有幾個月時間 你給我看清楚先 然後呢 眾所周知 彭定康要做的事就是政改了 在九二至九七年 最重要的事就是政改 所有其他事都是擺在一旁 那我們就沒有進行到 那在沒有進行到的期間 我們做了甚麼呢 那在九二至九七年中間 我們都不是 翹起手放棄的 我們就爭取了兩樣東西 一樣呢就是 跟當時的私級官員 當時管香港電台的私級官員 叫蘇耀祖先生 我們就成立了一個叫做 香港電台架構協議 就是在那個架構協議裡面 英文是叫charter的 很大的字 就好像BBC那樣 charter的字叫做 那麼中文就只能夠說 是香港電台和政府之間的架構協議 就是說這個協議是保證 香港電台會有得財政自主 有得新聞自主 有得獨立運作 有這樣的charter 然後呢 我們都進行了 制定了自己一個叫做 節目製作人員首則的guideline 這個guideline裡面 就將所有那些新聞的 宗旨、獨立、不偏不義、公平 全部所有細節 就是基本上就參考了 BBC很多年來的program guideline 也都我們自己 下了很多功夫做出來的 那麼這兩樣東西呢 在92至97呢 就成立了有兩個這樣的文件 就是 確保香港電台 就算未離開政府 就算還是政府部門 都有這一種 獨立運作的能力 那麼這個就一直到97 那麼97之後呢 那樣東西呢 都是一直這樣 本來是照做的 本來是照做的 就是如果你說到 一跳就跳到 講到公言廣播的現在 那麼既然有這兩份 這樣的document 是保護了香港電台的製作 的精神 那麼香港電台的同事 就照做就可以了 那麼而且呢 真的很諷刺地 就因為還是政府部門 就反而那些崗位 就比較安定 就是不會像其他的傳媒機構 為了節省開支 為了轉人 那樣 那些人會流動性很大 那麼香港電台的同事呢 反而會有個崗位 就是好像我去年去 跟公會說話 我都說 你們要知道 多麼幸運 有崗位可守 因為很多人會叫你緊守崗位 但是你有沒有崗位守先 有很多報紙、雜誌、電台、電視 你想守就行了嗎 你越想守那個月 就沒得做 那麼如果有崗位可守 已經是很幸運的了 那就是今天的公營廣播機構 希望能夠有崗位可守的同事 繼續本住這個精神 就是我見到很多 尤其是我們鏗槍站的同事 我們很多電視節目 我見到還是很硬正的 就是盡量在種種不利的環境之下 都還本住這個公營廣播的精神 去繼續做 那麼這是現在 我們的同事同不同意嗎 有沒有港台同事在這裡 是不是緊緊的 叫做 緊緊的 這個現在 你也知道你在那裡 你是客串的 是我客串的 我就想問你 現在 現在你看回公共廣播的理念 現在的香港電台 和你理想中的香港電台 差了些什麼 我知道 當然是跟處長有關 因為處長現在是 AO政府委派的 就不是自己人升上去的 那這樣之外 其他東西和你理想之中的 距離還有多遠 因為很多香港電台的朋友都說 我正在公共廣播 正在公共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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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到你聰明的 所有各位同學要記住 你讀了多少理論 你看到多少書 看到多少報紙、雜誌、新聞 也好 到了你實戰的時候 你走出去做訪問 你懂得問還是不懂得問 到你做編輯的時候 你要決定 這一題行 headline 還是這一題行headline 就是這些是實戰經驗 還有你對整個社會的認識 你本人對整件事的理念 這些是不到你聰明的 你很聰明的人 都不會即聰即食 可以做到這種工作 一定要有很多年的浸淫 經驗 還有你自己真心 要對這個行業 有理想 有信念 我真的很長期 不好意思 那就要說幾句未來 要說的 不然會以為沒有未來 本來是 我本來也不敢說未來 我本來就說到 即是說到現在 有崗位可守 就盡量做 給心機做 人家沒有工作 你有工作 你給心機做 盡量 我都是說到這樣 但是最近這個月的衝擊 尤其是最近這個星期 再加上這麼多衝擊 大家可以看到 整個傳媒 香港的傳媒的未來 我記得我年初去香港電台的節目 跟歐嘉倫說過話 那時候報紙說 我說 什麼 傳媒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對嗎 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所謂的危險 就是因為特首出信 告信報的一個作者 連續曾 那就是很奇怪 特首怎麼用私人名義 去告一個評論員 已經很可怕 然後就是因為 當時大家沒有注意的 就是一個叫做 在財經界那位先生 就是說 政府突然改了禮 即是你們做傳媒的人 不可以去查到 上市公司的董事 公司注冊條禮的修訂 對 上市公司的董事背景 這些是一般人不懂得去看 亦都不懂得去罵的 你不知道 你不是做醫行 對嗎 但是香港整個 經濟自由社會的基礎 就是這樣漸漸漸漸漸 就沒有了 如果你是記者 你不能去查這個 某公司的董事的背景 而他竟然同時是 跟其他十幾間公司 有什麼關係 有什麼連結 你查不到的話 你就根本做不到你的工作 OK 所以 我們就覺得很危險 有個報紙 其實不是我說最危險 不過很危險 最危險 以為很危險 誰知道到現在 過了這麼多個月下來 沒有罪子又更 大家都懂得說 很恐怖的事情 就發生了 你們看到 無論在傳媒機構發牌 或者續牌的事件上 傳媒經營者 你都必須要同情他們 不是經營者是壞人 傳媒經營者 和前線工作者 受到的壓力 是多麼大 是越來越大 你要要求 每一個經營者 都 擔住他的社會責任 支持他的前線工作者 不顧犧牲 不顧沒有廣告收入 這樣去做一些事情 他做不做得到呢 所以你會見到很多人說 這個叫做中央台 第十台 這個叫做CCTVB 因為他們 是否沒辦法不敢做呢 我都不敢很 很 很 怎麼說 給我一個字 我都不敢很惡地罵他們 決斷地說 現在呢 而是 在這樣 逐牌 發牌 你們知道TVBATV 快要面臨逐牌了 每六年 每六年review一次 所以你們聽到這麼多說話 就是他們這麼怕 逐牌的時候 商業電台 一樣是六年逐牌一次 在行業裏面 公開的秘密 就是說 政府不喜歡某某一個主持人 現在 發生了 今天也發生了 無論各人的解釋是什麼 比如你說 香港電視為何沒有牌 大家都說 不是政治花 不是政治花 比如你現在說 改一個電視節目主持人 不是政治花 不是政治花 那 電視發牌那裏 講得最好的一句說話 很簡單的就是 周梁淑儀講的 就是這麼多 古靈精怪的 角色的 分辨語言之中 周梁淑儀說 給你一個牌 將來管不到你 就是這句 其實就是這樣 現在譬如說 電視台節目要換主持人 不只是商台有 港台都有 香港電台都做過 過去這麼多年裡 香港電台都有換節目主持人 現在商台都要換節目主持人 當初鄭經漢先生在商台的時候 他都鬧得很緊要 就是因為發牌的原因 他曾經要停一段時間 這些都是公開的秘密 那我們 我們看到 但是可以做什麼呢 我們只能夠說 我們繼續支持那些 繼續發聲的人 甚至去到 最遠那句 最大那句 剛剛這幾天見到 李國能先生出來講話 大法官李國能先生 李國能先生 在1998年來我們香港電台的 那個新春團拜那裡 因為那時候剛剛過了回歸 他來做主例嘉賓 他就是講過了 他說我們 他講法律界 但其實講整個香港 我們一定要繼續 做我們的責任 without fear or fervor 我們後來譯了做 無句無欺 無編無詩 也是我們港台後來 事字都用來用了八個字 那你猜很容易嗎 是一點都不容易的 那現在我們只能夠希望 到最後 一路會退下來 我們講香港的核心價值 自由經濟 新聞自由 各樣的東西 那退下來呢 你這個星期裏面 你會發現 你最需要知道的 是否保持三權分立 行政、立法、司法 如果司法部門 變成是可以威脅到新聞自由的呢 在我們鄰近地區有很多例子 我們這幾十年 做到一個 算做幾公平開放有言論自由的社會 就真是 不知道會面臨什麼 那我想趁這個機會 真的很長氣 不好意思 想趁這個機會 跟同學說的話 我很喜歡叫人看電影 而我想 因為講這個司法獨立 一個社會上 新聞能不能夠 新聞機構能不能夠獨立 這個問題 真的扯到很遠 我講三個電影 第一個電影 大家都應該很知道 是水門事件的電影 如果是傳你的系的學生 一定要知道水門事件 如果你不知道 快點去上網查清楚 1972年的事 水門事件 就是當時令到 當時的總統尼克遜下台的 在整個 全世界的傳媒史上 是很大的一件事 水門事件的兩個記者 一樣受到很多壓力 水門事件的報紙 是《華盛頓郵報》 《Washington Post》 當時《Washington Post》 那位主管的女士 叫做Catherine Graham 是一位真正偉大的傳媒人 她的家族事業 《Washington Post》 《Washington Post》 《Washington Post》 在華盛頓地位很高 白宮城請她們去吃飯 但她跟總統吃飯 她支持她的記者 是另一件事 《Washington Post》 因為她這麼肯支持這兩個記者 所以才可以把這個 水門事件爆發出來 而令到犯錯的總統尼克遜 因此下台 那麼支持自己的 前線工作人員的管理人 她的信念、她的勇氣 你現在還能看到嗎 第二出來我想說的 就叫做Good Night and Good Luck 沒這麼出名 這出來是George Clooney導演的 你們應該認識George Clooney 這麼帥仔 看看她出戲 那戲的主角叫Ed Morrow Ed Morrow是當時CBS的 很有名的 talk show主持人 以前美國有這樣的人 就是Walter Cronkite Ed Morrow 一坐出來 那些權威性是不得了的 我們都很少有機會見到的 在中文的傳媒世界裏面 Ed Morrow 當時是很出名的節目主持人 那她single handedly 她去支持她自己的傳媒同業 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美國有一個議員 叫麥卡錫 他製造一件事 大家一般稱之為白色恐怖 因為當時美國和蘇聯還是冷戰 那時候他們就有一種情緒 就變成恐共 那麥卡錫 就是很討厭共產黨的 恐共 那麼她就認為所有的那些記者 編輯 如果是跟鐵幕國家有接觸 或者甚至被她查到桌面 有一本書 是共產主義的分析之旅 來看一下 那麼她都會用這種種種理由 來逼那些傳媒工作者 有些就會失去工作 有些就好像都有坐牢 那是一個很恐怖的事情 叫做白色恐怖 那麼Ed Morrow 就在她的節目裏面 Single-handedly 去一直支持她的同業 以及Fight 這件事 到最後她請了麥卡錫 上來她的節目 跟她對質 然後全部的市民都知道 那個人是沒有道理的 那麼令到這個議員下台 這是第二個 那麼第三齣戲 就有趣很多了 不過你可能很難找到 這一齣戲叫做Quiz Show 講電視的遊戲節目 真人真事 全部真人真事 我講的那些 大概是1958年 那麼那時候 你現在經常聽到的 叫做Six Million Dollar Question 就是這樣 就是在那個遊戲節目裏面 你贏到最高的獎金 是有Six Million Dollar 那麼那個時代 電視不是那麼多東西看的 那麼這些 有獎遊戲節目 就是收視率的保證 那麼當時這個節目 就曾經有個幾乎 贏了就像擂台一樣 你每一次來挑戰 你贏了又走 贏了又走 有一個做了很多次擂台 冠軍那個人 就曾經是一個 不是白種人 那個樣子也不是特別吸引的人 就做了幾次冠軍 那麼那個電視台就發現收視率低了 因為那些觀眾 那個時候 那些觀眾很保守的 不是很喜歡看他 那麼於是他們就製造了一個 一個新的冠軍出來 那麼這個人呢 叫做Charles Van Doren 是當時 他的爸爸 是一個很有名的教授 是當時美國東部 知識分子圈裏面 很受尊崇的一個家族 那麼Charles Van Doren 就是一個很帥仔 本身是一個大學教師 大學講師 那麼就找了他來做冠軍 當然製造他做冠軍 那麼他其其做冠軍呢 不得了 很高收視 那麼終於被人揭穿了 揭穿了 揭穿了 原來有作弊的 讓他做冠軍 那麼好了 那麼有一個hearing 就是審訊委員會 那麼這個Charles Van Doren 就是他爸爸媽媽 坐在那個上面 就是很受尊重的教授 那麼他就在下面回答 那麼終於呢 他就說 他就承認 我說對不起 我是做錯錯 那麼我承認我的錯誤 那麼那些委員會呢 就各個出來說 哎呀 大家都說真的 他又有學識 他又有受尊敬 他又肯這麼謙虛地承認他的錯誤 那麼呢 就個個都讚他 還要說他是美國人的驕傲 讚到他不得了 那麼突然間 在旁聽席上面站一個人出來 一個平民 在旁聽席上面站出來 他說我不知道你們說什麼 他說這個人 我不管他有多高學歷 我不管他爸爸是誰 我不管他背景是什麼 他做錯了事 他做了違背公義的事 你們怎麼可以說他是美國的驕傲 OK 一次過撕爛了很多皇帝的新衣 那麼一個很娛樂性的電影 但是我為什麼要你們想呢 就是 今時今日的香港 大家會懂得害怕河蟹 大家懂得害怕維穩 但是你很容易不覺意不覺意發現 在沒有那麼嚴重的情形之下 其實全部成為給面派對 當全部東西成為給面派對的時候 就一樣會 miss了 那個公義的那條尺度 就是這樣 那麼現在 這三吹是很久之前的戲 不過我很喜歡來做舉例 你們未必找到來看 我真的很希望讀新聞系的同學 看戲 看戲很容易的 你不用找那麼多資料 每出戲兩個小時看完 你什麼都知道了 多好 那個演員也很帥 好看的 那麼 現在 我的感觸 就是到了今時今日的香港 你不但見不到這麼清楚的尺度 你甚至見到那個威脅 越來越大 那麼當然 我剛剛昨天 或前天看了歐嘉倫先生 寫一篇 從看香港之死 我都不敢在這裡讀出來 如果讀出來 大家都會很灰心 在1997年的時候 財富雜誌說香港已死 到了2007年 他們就被迫道歉 因為那時候香港沒有死到 經濟還很發達 他們還未必道歉 到現在再過這麼多年下來 你如果重新看一次 他裡面說香港會發生什麼事情 原來十分之八都被他講中了 現在讀出來 大家會很灰心 我也會很灰心 但是我們在這麼灰心的情形之下 仍然要保持希望 最大的安慰是見到黃之鋒 和見到鄧敏林 就是我們自己中大的學生 鄧敏林 那些指鹿為馬 偷換概念 語言藝術的人 而你做傳媒 就不報道不行的 你要報道 那你報道之後 你有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分析 足夠時間跟他爭論 就不知道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你都還見到 有黃之鋒、鄧敏林 這麼清醒的年輕人 我真的覺得很安慰 真是說不死得了 在商界你還見到有 何佩謙 何佩謙 這個電訊管理局 昨天還有一個顧問出來 顧問報告 那個厲害 那位類似叫做什麼配型 我都不記得了 伍配型 伍配型 即是他們真是傷人 他們在商完商 為什麼不要說話 不要得罪政府 但是他們兩位 都肯出來說真相 說事實 即是說 在我們剛才說的 這麼灰心的情形之下 香港仍然有前途 現在要講公營廣播有沒有未來 就不是這麼簡單 都不是一個台的事 已經不是一個台的事 是整個香港 其實是純齒相依的 香港電台存不存在 不要緊 整個香港的電視台 電台報紙雜誌 所有的媒介 怎樣維持他們一個 即能夠堅持到 終止的新聞工作 才是最重要 那一般的市民 其實都有很多 好知的 你看到每一次 出來支持的人 那麼多 但是不知道的 也有很多 現在希望 我們大家慢慢看 有全理系的存在 有這麼多學生 繼續下去 有這麼多老師 繼續下去 希望未來 不是完全沒有的 謝謝張敏儀 雖然有時候 有時候會有一點點心寒 看到香港現在這樣 但是我想 心寒得來 我們的血都還是熱的 今天有很多 新聞系的同學在這裡 也有很多 我看見有很多行家 還有很多 校友都在這裡 我們接下來 將時間 留給大家 有什麼想跟張敏儀 聊一下 有什麼問題要問 請不要客氣舉手 大家這麼禮讓 你禮讓我問 你禮讓我問 這位先 有沒有麥克風 其實你也夠聲音的 其實你也夠聲音的 可以的 首先張老師 謝謝你 因為你也是很心儀的公眾人物 其實真的 尤其是在一些 你一直以來都是我很心儀的公眾人物 因為那種光靜不安 我想到今時今日我們都很難見到 所以其實如果去到這個位 也都聽到你回顧 還有看回我們現在 還有一點點前瞻性 其實接下來你覺得 你可不可以有一個角色 可以擔當到 而可以幫我們繼續向前走 我退休那麼久 我自己正式的工作 我就不會有 因為我最初的時候 我曾經有其他的傳媒機構 都叫過我去做 但我知道我是不適合做商業性的傳媒機構 香港電台當然我不會再回去做 我只是日常 我仍然有很多朋友 無論在政界或者傳媒界 我們時時聊天 我保持我自己 好像歐家倫笑 我看很多東西 我真的什麼都看了 所有的行業的發展 所有的評論 香港的外國的中國的 要保持自己 很清楚知道發生什麼 有很多時候會很生氣 很多時候很傷心 很多時候很灰心 但是我覺得做一個公民的責任 我就繼續下去 我看到我可以鼓勵的人 我就鼓勵他 我有機會說的時候 我就說一點 很多時候會有些朋友 會叫我 你告訴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尤其是加拿大的朋友 會說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就盡量 簡短地說一次 其實發生了什麼事 我覺得我是盡我一個公民的責任 然後還有哪位朋友 張律師你好 想問一下 香港見台分別都是爭取 完全獨立與政府 其實上屆政府也有做過 就是有黃曉茜的那個 檢討委員會 雖然最後都是 還在爭取獨立與政府 你認為其實現在 現界政府梁振英政府 或者未來 其實究竟還可以做些什麼 去令到港台可以真正獨立與政府 而第二個問題就是 想問關於一個財政的問題 其實現在港台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要靠政府撥款 其實我個人覺得 其實變成 可能有時候有些事情都會變成政府 就是可能它 可能不撥款給你做某件事 其實從而就控制到你 港台在做些什麼 那你覺得 認不認爲 可不可以把BBC 那個license fee 那個制度 搬過來香港 這樣就在財政 完全獨立於政府呢 麻煩你張師傅 是 先回答你第二個問題 這個財政問題 就是由八幾年 一直都討論了很久 就是怎樣可以 好像BBC那樣 用法牌制度收些錢 那些錢就給你這個台運作 那或者還有另外一個說法 就是更容易講 更容易做 就是賣每一部電視機 和收音機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 有一個percentage 是要來給這個公營 廣播機構運作的 那這些全部都講過 但是後來為什麼沒有這樣做呢 為什麼八六年的BRB說不要這樣做呢 因為香港是一個很小的地方 如果你譬如就算是BBC那樣 要交牌費呢 都很多人走的 很多人都不交的 就是你在英國 它已經有一個很好的傳統 就是看BBC的人肯交錢的 但是都有很多人不交的 那你變了 而且每一年就算是BBC 每一年的製作費用越來越高 每一年BBC的Chairman 都需要去政府那裡 用很多方法來negotiate 加license fee 或者政府要對付BBC的時候 就不准加license fee 幾年 就是很多這種事情進行的 所以這麼理想化的事情 在香港這麼小的地方 其實做不到 而且當時的財政師 叫做彭麗智 John Bramwich 他是以前在太古入政府做的 他很明白這些財政運作的事情 他就覺得你如果要收牌費 或者收任何錢 就多了一樣東西叫做 administrative cost 就是你們等於你們現在買強積金 其實你們的錢都去到那些 administrative cost那裡 就是有很多東西 就是那些做事那幫人 拿了他們的薪金 拿了你的薪金 你不是真的拿到去的 就是administrative cost 所以決定不用這個方式 而用這個方式 是當時寫得很清楚的 by appropriation of public revenue 就是在公帑裡面 在稅收之中 撥一部分出來 給香港電台做運作 這句說話是很清楚的 是確認了的 所謂by appropriation 就是每年給你一個經費 那個經費呢 也可以說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說很大件事 或者很大動作的切了你 都仍然有的 就是不加給你 但是都不減得你很多 一直慢慢 就是好像很像樣地進行 上一屆政府呢 曾岸權政府呢 因為曾先生自己做了 40年公務員 他很了解所有那些架構性的工作 他亦都在上一屆政府 你們都還會時時聽到 他們是尊重新聞自由 他們沒有很明顯地做任何干預傳媒的事情 這個是幾十年下來的歷史和背景 那到今屆政府呢 你們查一查 這一年多呢 你不會再聽到政府尊重新聞自由這些說話 政府不干預新聞運作這些說話呢 你越來越聽得少了 反而你會聽到很多 就是叫做 什麼話 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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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識到有為 識到有為 之類的 我不懂得說那些字 我最不懂得說那些字 總之呢 你可以感覺到 以前那種 完全 由80年代 90年代 起碼 整體的社會 和政府 是尊重新聞自由的 不只是說香港電台 對其他的報紙 對其他對商台 對其他人都是這樣 沒有一些這麼明顯的干預 或者控制式的動作 那現在呢 你不用說的 如果我上法庭 你要告我 說我委託 那我沒有辦法 就是你有很多這類的事情 你是沒有很具體的證據 但是 整個氣氛 所以為什麼有這麼多人會說 自動就會轉軚 昨天說這樣投票 明天又不這樣投票 那就是因為有很多事情 那些無形的壓力 就會有種種方式 去到那些傳媒的營運者 或者那些前線工作者那裡 那這個是 就是剛才我們說 不希望說到太過絕望 但是大家都很清楚 怎樣說 那個Price for freedom is eternal vigilance 自由的代價是永恆的警覺 就是你的警覺性越來越高 雖然你的範圍越來越縮小 就是這樣 就是你的意思是 各位同行問的 公共廣播 真正獨立於政府之外的公共廣播 在現在這一刻 你不會聽到再有人說 已經 你反而會聽到那些人說 一路一路將它收歸國有 收歸國有 即是跟那時候相反方向 即是會越來越成為 回到政府服務的一個機構 我希望不會 現在就是看看 剛才我所說 有崗位可守的同事 有兩份 charter 保護了香港電台的工作 那些人 還記不記得這件事 就是拿出來 就是等於基本法 很多人都說基本法有什麼用 一張紙 It's not worth the papers written on 現在就是看看 你 所有全世界做傳媒工作的人 都會面對這樣的環境 不只是香港電台 是整個香港 再兼很多很多世界上其他地方 所以做傳媒工作 是一個付出很大 個人收益很少的 你沒有什麼人 會做得到Walter Kronke 這麼有滿足感 多數人都是無名英雄 而且 不會有很大的收益 但是 是一種 文明社會裡面要有的東西 還有要有的 這些有信念的人 這樣才會是一個文明的社會 然後後面那位 張女士 你好 我是沙田長道維利中學的學生 我想請問張女士 你剛才提到 現在傳媒界可能發牌事件等等 寫起都引起很多軒然大波 作為傳媒人 除了像香港電台 舉辦城市論壇 拍鏗窗集等等 等多些市民去關注這件事之外 身為傳媒人 有沒有更多事情可以做去改變這個社會呢 多謝 我 我很高興你這樣問 因為如果年輕人還有這樣問 就是好事來的 有很多事情我經常說 你就算做不到 你都會知道你原本應該怎麼做 或者你想怎樣去做 請坐 請坐 當然在你每一天 到你真的做事的時候 你會發現 挫折很多 你會發現挫折很多 但是 現在 做了很多年的人都會告訴你 他們經過很多挫折 有些還是站在那裡 有些放棄了 走了 如果你說 年輕人可不可以改變社會呢 這個理念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年輕的時候 你一定要有這個理念 我們可以做什麼去改變社會 到你老了之後 你發現你原來改變不了的 就好像李怡先生 你們認識香港 一個著名的評論員李怡先生 李怡先生從70年代做到90年代 做到現在繼續寫社評 他都說 我寫了40年的東西 現在一樣在寫著 一樣是沒有進步到 有時候都覺得很灰心 但是灰心之餘 世界是要繼續進步的 就是我們不希望 就這樣 連年輕人都說 沒有所謂 不要管 就是千萬不要這樣 就是一代一代循環的 就是年輕人 一定要有這個理想 怎樣才做得到呢 就講不到給你聽 就是看你做什麼行業 你不一定做傳媒的 就算你做其他行業 你做教師 你做金融的事業 你做醫生 你做護士 很多的行業裡面 你都可以盡你自己的能力 改變你周圍的東西 將來整個社會 是否保持一個好一點的風氣呢 就是你會看到 就算現在大家多不滿意 無線亞視的節目 他們都很多時候 有些節目給你看到 就是香港那些什麼感動人物 諸如此類 就是你會看到很多小市民 仍然是在他們的能力範圍之內 做很多好事的 那你只能夠這樣想 如果你說要用什麼方式 一定做到呢 就天主都答你不到 但是只要有足夠的人 這麼想 尤其是年輕人 有機會讀大學 讀中學讀大學的人 有機會受教育 有機會 有些比較好的工作機會 那就一定要記住這個理念 我很高興你這樣問 上次我訪問你 有一句話你講的 我很深印象 大家談到 我們有什麼辦法 去改變眼前的東西呢 我記得你說 每個人的力量都很微細 未必可以改變很多東西 但是這些微細的力量 是能夠比較容易去保存 我們本來就在這裡的價值 那樣東西是比較容易的 就算沒有改變到 你都起碼保存到 如果你連保存都不保存 就一直倒下去就沒有了 各位還有哪個位置 有問題 我們還有些時間 雖然現在到七點半 但我相信應該可以 我們坐久一點都可以 我的鐘多漂亮 大家在想問題的時候 大家在想問題的時候 有個問題想問 不如我先問一下 我想問一下王維基 你有些像他 我發現 很榮幸 你覺得他有些像王維基的樣子 很榮幸 你是不是有些像 真的 人們說有些像梁朝偉 多些 你是想 你是想 你現在幾次王維基 你看他 我記得我訪問你 你說王維基 半年前 當時還沒發牌 你說很同情王維基的處境 現在呢 除了同情之外 還有什麼呢 我三年前已經說 我現在不再這麼長期說 但有很多我的朋友問過我 三年前已經問我 王維基有沒有牌 王維基一定不會得到牌 他們以為我有什麼內幕消息 我沒有 但這個是一個叫 educated guest 在香港生活了這麼多年 做了這麼多年 傳媒還不知道什麼 那我的熟朋友 很知道我說什麼 說了三年 我一直都很敬佩王維基 就是他用自己賺回來的錢 真金白銀去做這件事 亦都是在他的能力範圍之內 給他的工作人員 有尊嚴 有好一點的待遇 所以他的員工 現在這麼擁護他 那麼我半年前和你說 我很同情他 我就知道他是打緊一場 很痛苦的仗 而我心裏面知道他是會不成功的 那麼現在呢 大家都知道他不成功了 但是雖然不成功 那又還好 因為還好 都已經是 那麼他能夠得到這麼多的支持 而且他 我們中文大學之光 他突然間成為一個社會上的 有理想 好像他還要厲害到這個人真的厲害 這個人的EQ真的高 如果是我 我會發脾氣的 我以前發很多脾氣的 那些港台同事會告訴你 現在我老了 盡量要冷靜一點 但是王維基可以厲害到 EQ高度 拿著梁振英本書 來引述 香港社會是尊崇白手興家的人的 香港社會是要鼓勵有理想有競爭的 我真是佩服到五體投地 所以他今時今日 他雖然是 表面上輸了一仗 但是我都希望他能夠 有他現在這個香港電視的基礎 他下一步做什麼 我們不知道 就是他這麼聰明的人 他一半是一個生意人 就是有理想的生意人 所以才會做這個 但是他同時是一個非常成功的生意人 就是當日他能夠在一個電信業 打出一個這樣的出爐 是一個很聰明的生意人 中大很少人這麼會做生意 我發現中大的人多數都是書呆子 我沒有什麼見到中大有這麼聰明的生意人 那麼他能夠在今時今日有了這個基礎 也都成為一個被尊崇的社會人物 而他也都處理得這麼好 你必須承認他是處理得非常好整件事 那麼他將來應該還有很多可以做的事 而且他這麼年輕 他才只有五十歲 你覺得政府在整件處理過程裡面 很多解釋為什麼不給他 為什麼三比二 你覺得連串的解釋裡面 最大的漏洞在哪裡 我剛才說了 這麼多人說不關政治的事 其實一句說完就是政治的事 但是 即是王維基說謊 王維基就是他的技巧 所以我連王維基說這一句半假話 我都不苛責他 因為他作為一個生意人 還要繼續顧著他的經營 他很聰明地自己說不相信你關於政治的事 他很聰明地說一定不關北京事 只是關梁振英事 他是一個很聰明的營運者 所以我都不心責他 而… sorry你剛才問了嗎 其實最大的漏洞是甚麼 政府的解釋 如果你要說一件事 大家可能沒有看到的 因為… 好像上個星期吧 在《信報》 比較少人看《信報》 《信報》有一篇是蔡和平寫的 蔡和平寫的 在1967年 在《無線電視》開台的時候的始祖 就是《歡樂今宵》 是他做出來的 之後他離開《無線》 他又回到新加坡做 他又有自己去做過一些 叫做華語電視的電視台 他是一個資深到無可再資深的傳媒人 他也很了解商業的運作 所以他就寫了一篇文章在《信報》 他解釋得很清楚 他說香港是支持不到五個電視台的 他那種說法 如果當日最初 香港政府一早能夠用這麼清晰 這麼有根據 這麼條理分明的方法 來解釋給市民聽 香港的環境是支持不到五個電視台 所以我們要這樣考慮 這樣發牌 如果用蔡和平先生那天那麼清楚 還有憑他五十年的經驗 令你說服力很高的一個分析 你都會接受一半 接受一半 是 香港這麼小的地方 我們不夠廣告來源 我們支持了五個電視台 他真的說得很好 所以當日的香港政府 如果是要說的話 就起碼要用他這種方式來說 就老老實實 清清楚楚說 那說完之後 才被人家來搏 那搏那裡就很簡單 搏的就是說 你既然是一個自由經濟的社會 你鼓勵自由競爭 有你 四個程序 黃慧姬說得很清楚 第一 香港政府公開發牌 說明 什麼 無上限 是 牌照無上限 沒有限數目 第二 有政府高層邀請他投標 這也是公開的秘密 有人邀請他投標 第三 就是政府批地給他做廠房 批地給他做廠房 他不是一廂情願 所以現在還有一些人單單打打打 你都未拿到牌,你自己拿那麼多錢去做事 你自己偷步,你拿來壞 這個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良薄的說法 因為回到頭,應該是說機會是留給最有準備的人 他做了那麼多功夫去準備 而且拖了那麼久,不是他的錯 原本應該兩年前就發過了牌 再拖到現在多了四年 他四年前開始準備做那麼多事情 他使得自己是有準備的人 那麼到第四,就是公開的秘密 大家都知道電訊管理局是向政府推薦發三個牌的 那麼現在別人,何佩謙和吳女士都出來證明了 那麼這個發三個牌的說法 是公開的秘密來的,在行裏面 大家都聽到的 那麼所以到最後,忽然間 蛤?為什麼他不行呢? 我也覺得很奇怪 就算三個牌裡面要發少過 因為Cable TV和Now都寧願是他 而不是黃慧基的 是嗎? 就是他們給我 變了這件事 是很清楚地回到梁淑儀女士那句 給你一個牌,將來管不了你 就是這麼多了 所以現在黃慧基,我們除了同情他之外 我們很尊重他 他現在得到那麼多人的愛戴 他也是一個這麼好的形象 而他又這麼聰明地 他沒有濫用他的形象 他現在很冷靜地慢慢計劃將來會做的事 那麼我覺得這樣才是更加值得尊重 不是說你做了半日英雄 Accidental Hero 做了半日英雄是沒有用的 就是剛才那些同學說 可以做些什麼改變世界 這次不行 再想一下怎麼做 自己儲起來 好像他說我還有彈藥,我還有子彈 他再用他的能力,他的資本 再想一下可以做些什麼 那麼他處理得這麼好 我真的覺得很佩服 以前你說我同情他,現在我是佩服他 我希望他不要令我們失望 他現在耳朵痕了 我們說到他這麼多 我們不如還有沒有人問問題 我們可以多一個半個 一個兩個都可以 應該 說吧,應該說可以了 我可以說大聲一點 不如你… 可以了,你講他,你聽他 是,你向著他講就行了 我聽說是來自廣州南方都市府的 南都王的特朗金 就是在香港的話 香港有個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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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香港的疑惑 香港有疑惑 非常有疑惑 但反觀其實內地的疑惑 在內地民眾的生活中 其實已經沒有香港的疑惑 任有疑惑 有人說說是因為 政府的壓力量 或者其他東西 有很多的警察 已經照樣去營防 這些經濟的疑惑 很多人都想去做微博 你覺得內地的疑惑 你覺得內地的疑惑 有一個疑惑 有一個媒體人 跳出機制 全部都想去做微博 就是做一個獨立的媒體人 你覺得任何這個疑惑 對公共網網 是一個什麼原因 多謝你問這個問題 藍刀是很好的案物 我們香港人很多都知道你們 你們做得這麼好 難能可貴 現在就講這個問題 既然這麼多台的公信力 我剛才看過多少公信力 在八幾年 九幾年的時候 香港電台的公信力 傳媒裡面是排第一的 因為當時你很清楚知道 哪一個機構 哪幾個電台 哪幾個電視台 哪幾張報紙很清楚 然後到了九幾年之後 尤其是最近這十年 就資訊來源太多了 哪裏還有得評分 還有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age group 不同的人 就看不同的東西 聽不同的東西 尤其是有這麼多網 就上了微博 上了網 一個電台 或者電視台的 統一的影響力 除了中央電視台 新聞聯播之外 即是你不看不得的之外 沒有人是可以有一個 統一的影響力的了 既然反正都沒有 反正都沒有 那就是公信力越來越低 哪裏有得說公信力 你有三個人聽 我有五個人聽 他有七個人聽 那都沒得計的 所以那些媒體工作者 尤其是現在中國 其他東西控制得這麼厲害的時候 最難控制的東西 就叫做微博 或者你們網上的很多名字 雖然都有五毛黨 或者那些叫做警察 忽然間就會整個不見了 有什麼事的時候 整個韓韓篇文章 五分鐘之內就會消失了 那這些事情大家都見慣了 那既然是這樣 就不如個個都自己上去做一段 但是那個不好處呢 就是除了constitutional 就是有架構式的媒體 一路抹落之外 個體式 individual的媒體 是不是真的可以這麼有影響力呢 韓韓已經是很好的代表 艾美美很好的代表 但是他們是不是能夠 constantly 就是時事都能夠在那裡 在你找他的時候 他剛剛被人剪掉 那麼大家 在這個這樣的資訊的大海裡面 就是你上網周圍找 忽然間碰到那個 忽然間碰到那個 那麼有很多是很精闢的意見 有很多很好的東西 還有中國大陸最有趣的 就是很多很有趣的笑話 就是中國大陸那些網上的笑話 實在是精彩到不得了 就是小市民和一般 沒有地方發表的那些工作者 或者創作人的心聲 很好笑的 很有趣的 很精闢的 但是你始終不能夠得到一個 集中的具體的影響力 問題在這裏 那麼將來怎樣呢 但是你都說將來 文字的報紙 文字的媒體絕來越來越沒有了 電台電視都是用電腦看的 沒有人會對著一個機構式的東西去看東西 那麼將來會怎樣呢 我現在不敢說 大家拿個手機來看的 看通訊也是 看電視也是 看聽電台也是 那麼 去到這樣的階段 真心想做好些事的傳媒工作者 是不是覺得 我反正不屬於這個機構 我自己開個微博 當然好 但是第一 你有時會被人捉 第二有時會被人掩蓋 第三 你真的不知道你能夠 達到多少 不是每個人都像韓韓的有名 艾美美的有名 你可以嘗試 這不是一條沒有前途的路 但是那條路可以走到怎樣呢 我們現在說不出 我們現在說不出 不是不值得走 但是在這麼多的資訊大海 我剛才說滿天都是東西的時候 你叫一般人 無論是小市民 或者學生 甚至大學生 怎樣去選擇他們 要看要知道要聽的東西 都是很困難的 將來會怎樣呢 我不知道 或者會有一個新的技術 新的媒體 新的社會 會能夠給人 給真心的傳媒工作者做到這些事 好 多謝 蔣文怡女士 和我們分享了很多 有關公共廣播的 過去現在與未來 未來好像有點迷惘 是吧 我們… 相信大家都知道是的 所以我也是要堅強說 我們有希望的 我們有希望的 OK 我們有黃之鋒 我們有鄧敏林 有各位在座各位 還有在座各位 最後我們想請李立峰博士 幫我們頒一份紀念品 給蔣文怡女士 多謝兩位 多謝兩位 多謝大家在座 這麼遠來到中大 有些朋友很遠來到中大 就是回來聽張文怡女士的講座 多謝多謝 多謝你們浪費了這麼多時間 多謝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